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有一点点感伤 因为结束了 明年还有吗 明年加油 因为这个节目还没有播 29号在优酷播 那能不能怎么跟我们说 你的会在前面出来 还是在后面的那个pink 我会在中间 你唯独没有问中间 那戴什么样子的衣服 我的衣服颜色比较鲜艳 而且是一个很大色块的 所以到时候应该一出来就应该就能看到 那我也问个什么 刚才大家都看到 我们有没有摔倒了 对 你们在后面看到了 我相信一件事情有两面性 然后我就是心疼他摔倒就是会痛 但是他告诉我他不痛 我们也很坚强 他还是很开心 他就是觉得他摔倒 可能会对秀造成影响 但是我觉得秀场上没有一个人觉得有问题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就今天 喝酒 拜拜 今天特别惊艳 你看那个就已经刷爆朋友圈了 然后就那个衣服 那个颜色的还有那个表情 所以自己表现感觉怎么样 我还没有看 你去刷朋友圈已经 我真的还没有看 对 但是我自己在台上的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我蛮享受那个时刻 因为我的时候会紧张的时候 在台上会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在做了什么事情 对 但我今天的话我都觉得说我还蛮有 蛮淡定的 那一边走一边在想呢 哇塞 都是熟人 人都说中国话是不是 就是 怎么还不叫起来 一点都不嗨 没有啦 你也没有看到 因为你的那个笑的表情 什么已经被做成了表情 都知道了吗 我不知道 就是很笑的很开呀 对 因为我就是还是想要更enjoy 就是更享受当下嘛 就是 而且因为今天两边有好像粉丝团一样的 就他们特别的热情 就是他们 对 他们在嗨的时候 所以会给你很多力量 就会让你说 加油 那有没有感觉到主场的优势 有 对 一出来那个欢呼声 舞掌 然后最后羡慕的时候 其实还蛮 就是 就还没开始 在彩排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是眼泪就已经忍不住 对对对 这次啊有没有封住的感觉 我就说我今天彩排的时候 就是已经受不了 对就是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 就是鼻子鼻子特别酸 嗯那那其实好姐妹那个 孟瑶出了一点小状况 对对你们来说 这是不是 嗯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你只要没有摔伤 就是别的都不是少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因为首先不是他的问题 是因为衣服 对 因为又是玻璃 又是那个纱 所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而且就是以他的专业台 不是完全没有 不是因为他的专业问题 而且我觉得只要是那种摔伤 其余的都是 我觉得就是OK的 你是在后台看到吗 还是看本身 我没有看到 是我听说 对 因为我当时在后台的时候 我只看到他扶了一下那个头腕 我以为他只是掉下来了 那他对于天使来说 摔一跤其实不意味着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猜测 他这个会不会影响 他这个下面的第二件衣服 或者明年的这个 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我看就是 我看到那个大家好多人 都是为他鼓励加油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励志的 一件蛮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挺正能量的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今天就可以嗨起来了 我要去嗨了 好 拜拜 这世界很酷 但是我也要去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